2023太鲁阁峡谷音乐节28号是在太鲁阁台地登场 上午虽然是下着雨 但是许多民众一早就带着地点 穿着雨衣撑着雨伞到太鲁阁台地来参加 热情丝毫不被雨水浇袭 下午幽人神谷登场 涌入更多的观众入场 从早上到下午大家在太鲁阁台地上 共享一整天精彩的演出 首任的国家公园署署长陈茂春 也加入了云走活动的行列 并欣赏校舞场的演出 他说国家公园如同音乐一样 是大家心灵的原乡 能够带给我们源源不绝的感动与体验 也希望大家秉持对峡谷音乐节的喜爱心情 来支持国家公园 大家都有一个来到这里 心情会非常的放松 在这个自然的领域里面 我们可以听这个美妙的音乐 跟我们这个心灵上可以很放松 所以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享受 那国家公园呢 它不仅仅是我们野生动物 或植物的快乐的天堂 其实呢 它也是我们这个大家 这个心灵的一个原乡 那让我们的生命 可以得到这个滋润 可以得到涵阳 那就跟音乐一样 带给我们大家 源源不绝的感动跟体验 那今年是我们这个国家公园署 在9月20号的时候成立 希望我们现场朋友来宾 大家对这个泰鲁阁 喜爱这个音乐 这个节的朋友 用同样的心情 未来来支持我们国家公园署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更上一身 优伦神谷演出时其中一段 并以出生在太鲁阁台地上方 和四部落的遗迹大道合作演出 仅以裸、鼓、伴奏 搭配遗迹大道浑厚的足语清唱 更与大山、大水环抱的太鲁阁台地相融合 优优神谷的演出震撼人心 让在场的观众是欲霸不能 记者林杰、秀林湘采访不到